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姐照顾爸妈那么多年 耶 真的 是跟你住吗 跟我住啊 我一直 从我出生到爸妈去香港 我到43岁我才一个人住 所以43岁以前 我都是跟我爸妈住 那其实前面都很开心 但是到后来 我爸妈生病的那段时间 真的是非常大的折磨吧 比如说刚刚昌明说的被冤枉 或者朵琳讲的 就是你最亲近的人 他永远是骂你 对 很久才回来 比如说我姐姐他们一年才回来 看他一次两次的 只要我姐姐一回来 那个礼拜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因为我妈或者我 我妈啦 我妈比较会 一直跟我姐姐说我的坏话 那我姐姐他们就认为我很不孝 有几次我都快要崩溃了 我都觉得我好像快活不下去了 你知道吗 那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其实老人的情绪 真的非常难照顾 因为我爸爸是半生不随 是需要人家 他就一天都躺在床上 要看护 这样帮他翻身 帮他洗澡这种 我妈妈又有忧郁症 所以他们两个到年纪大的时候 生病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爸爸 他突然间就是半生不随 所以他的脸啊 头发都变形了 那我爸是一个很 以前是很爱美 跟很帅的人 那他突然都换了一个样子 所以他不愿意邻居看到他 不愿意朋友看到他 所以为了我爸爸能生活的自在点 我才搬去了桃园 那我搬到桃园以后 变成我孤立了 我没有任何朋友跟亲戚可以帮忙 所以一切就变成我自己一个人 跟我们家的看护 那我爸爸跟妈妈的情绪 才是最大的问题 比如说我爸爸 因为他已经老了 可能就也有一点失智的问题 他们常常会发脾气 或者是他 当他跟你沟通不了 或者他很任性 那你就告诉他不行 这样子 现在我要雇妈妈 或者用人来雇一下妈妈 我爸爸就要发脾气 他就会摇床 然后自己要下床 那你知道这是多么吓人的事情 那你不顺着他 他又发脾气 那你顺着他呢 妈妈又发脾气 我爸爸妈妈给我的情绪的压力 我姐姐们认为我顾不好的压力 对 然后没有人可以帮你 我所有的 我姐姐都不在我的身边 然后朋友也没有人可以帮你 还要带他们去看医生 对啊 妈姐 你有经历过这样 怎么挂这边挂号 这边那边领药的 一下这个一下那个的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们的情绪已经满的时候 旁边身边人都感觉得到 就是我只要随便跟人家 只要讲到这件事 我就要掉眼泪了 所以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已经满到这儿来了 不处理不行了 我真的快要崩溃了 后来我才跟我姐姐们说 我说我真的扛不了了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顾老人的话 你受不了的时候 真的要说 对 要求援 要求援 然后要有一个抒发的对象 很管道 如果我那时候在想 如果我硬撑一下的话 可能有一天会 不行 那你都垮了 对 因为我以前的个性 就是那种好强 对 我甚至连我姐姐他们 其实我姐姐他们也不是不孝 他们也不是故意要指责我 只是说那个时候 我每次都说没关系 其实有我在 所以大家觉得你OK 对 所以那个时候 我刚开始跟我姐姐诉苦的时候 我说什么什么什么 我几个姐姐还说 她没关系的啦 我们就 我们大家放假 就回来玩一玩 吃完以后 我们回去她撑得住的啦 我姐还这样讲 可是当我那个时候 情绪很低落的时候 我已经快要崩溃的时候 我已经跟我姐诉苦了 我姐还跟我说 她OK的啦 你知道我听的时候 我真的心情很难过呀 真的 很无奈